所谓的过去年穿新衣戴新帽 很多家长帮孩子们要准备新衣服了 但是小新这个标减局抽查 发现市面上买来20件铜装当中 有些里面还有有毒的染剂 超过了标准值可能致癌 另外不止铜装有毒 连过年时大家很喜欢玩的扑克牌 也被验出了有17% 甲醛是过量的 不过这许多许多的数字呢 对于很多家长 或是对于很多民众来讲 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恐怕意义变不大 因为一般的民众就算知道可能有问题 他也没有办法辨别哪些是有问题 哪些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在实验室里面 这位化学系的教授 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帮孩子买衣服的时候 如果能够背一块这个酒精棉片 轻轻的一擦 如果发现衣服会掉颜色的话 代表十之八九染剂有毒 把市面上买来299元的铜装牛仔裤 剪成细细碎布 总计一公克加入反应试剂 直级标减局实验室如何检测 有毒染料 然后让它能够反应试剂 跟布里面的染料完全反应 把它萃取出来 70度恒温水槽放置30分钟 让牛仔布吸收化学试剂 再把萃取出来的液体 倒进细枣土进行纯化 这一滴滴看起来无色透明 其实全是夹在布里头的染料 放上仪器细部分析 跟标准图不比对 确认说它是连本安 精密仪器法官 有毒染剂立刻现出原型 但一般民众简单测试 其实没那么复杂 专家说只要用卫生纸 沾上90%的酒精 在衣服上轻轻一擦 如果会掉色 代表染剂含量 铁定超过1000ppm 眼睛看得到 那个量已经是非常大 像是有一些藕蛋染料 它本身是有致癌性 专家说根据长期累积的实验经验 黑色和深蓝色衣物 不合格率最高 买衣服前善用检测小Peple 或许就能避免 把有毒染剂穿上身 周天新闻 刘家伟分析于台北 参考报道